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知情人爆料肖战射雕成本4亿 票房15亿财宝本 肖战无奈背锅 近日就在肖战藏海传剧组拍摄工作热火朝天的时候 网上有所谓的知情人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爆料肖战射雕新电影的成本都用了4亿 这就意味着这部电影的票房要达到15亿才勉强保本 不得不说这根本没有事实依据 也是无稽之谈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位博主的完整博文里 还透露肖战Gucci要掉了 其他品牌都会选择到期不续 评论区里更是对肖战冷嘲热讽 真是个小人 据悉 网上有知情人爆料肖战射雕新电影的成本用了4亿多 直言这部电影要破15亿票房才可以回本 不仅如此 这位所谓的知情人还称肖战Gucci掉了 很多品牌都和肖战选择到期不续 评论区里更是诋毁肖战 一番话尽显小人之心 对于肖战来说 暂且不说射雕新电影的事情 就拿Gucci来说 肖战是该品牌全球代言人 什么时候掉了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都非常无语 有些人就事件不得肖战越来越好 可能出于担心肖战抢了自己喜欢偶像的饭碗 就一门心思再网上造谣和诋毁肖战 实际上这样做的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不可能影响到肖战的发展状态 总之祝福肖战 安心拍戏即可 网上乱七八糟的舆论和是是非非太多了 肖战坚守初心 走好自己的路即可 与此同时 肖战一刻也没有停止维权 千万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肖战顺顺利利 未来可期 港媒报道肖战 标题亮了 港媒近日报道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外网票选全球最帅男星的结果揭晓 肖战以无可争议的优势登顶榜首 被全球粉丝赞誉为顶级神言帅哥 这一荣誉的获得 不仅是对肖战个人魅力的肯定 更是对中国娱乐圈的一次有力证明 在报道中 港媒对肖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称他是顶流中的顶流 人气与颜值都居高不下 肖战以其独特的魅力 成功地吸引了全球粉丝的目光 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明星 无论是他的演技还是外貌 都让人无法抗拒他的魅力 肖战的人气不仅仅局限于娱乐圈 他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 还是在各类活动中的受欢迎程度 肖战都展现出了他无与伦比的号召力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都能引起粉丝们的热烈讨论和追捧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的可塑性也是他备受赞誉的原因之一 他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中展现出不同的魅力 既可以是阳光帅气的少年 也可以是深情款款的成熟男人 这种多变的形象 让粉丝们看到了他不同的一面 也让他更加具有吸引力 港媒的报道中 还特别提到了肖战在内鱼圈中的独特地位 自从顶流这一称号出现以来 内鱼圈中的明星们纷纷争当顶流 自封顶流 甚至出现了人均顶流的现象 然而 这种现象也导致了顶流含金量的下降 让人们对于真正的顶流产生了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 港媒为了保持自己的审美标准 不得不为肖战这样的真正顶流创造出顶流中的顶流这一称号 这一称号不仅是对肖战个人成就的认可 更是对他在娱乐圈中地位的肯定 同样的 商业圈也注意到了肖战这一独特现象 品牌们为了区分真正的顶流与那些自封的顶流 也不得不为肖战创造出超顶流超一线等称号 这些称号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肖战在娱乐圈和商业圈中的不可替代价值 肖战的崛起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功 更是中国娱乐圈的一次胜利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打破了人们对于娱乐圈的固有印象 展现了中国艺人的实力和魅力 他的成功也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然而,在肖战的成功背后 我们也看到了内娱圈的一些尴尬现象 一些明星为了追求流量和关注度 不惜牺牲自己的形象和尊严 甚至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行为和言论 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明星个人的形象 也影响了整个娱乐圈的声誉 因此,我们呼吁内娱圈的明星们 要以肖战为榜样 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去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同时,我们也要呼吁媒体和粉丝们 要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不要盲目追求流量和热度 而是要关注明星的作品和表现 为他们提供一个健康、积极的成长环境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时代 肖战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动力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有梦想、有才华、有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同时,我们也应该珍惜这个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 为未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让我们再次为肖战的成功喝彩 期待他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现 同时,也让我们一起为内渔圈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健康的娱乐环境 实现未来理想的唯一障碍是当下的顾虑 肖战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他没有被过去的顾虑所束缚 而是勇往直前,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的成功,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 更是那些敢于追梦,不畏艰难的年轻人的胜利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我们需要像肖战一样,敢于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实现自己的理想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放下过去的顾虑和束缚 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只有当我们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才能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和更美好的自己 肖战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启示和动力 让我们以他为榜样,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畏艰难,不惧挑战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时代 让我们一起为肖战的未来喝彩 期待他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闪耀光芒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只有去过恒电,才知道肖战多火 恒电,这个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影视拍摄基地 见证了无数影视剧的诞生 也孕育了无数明星的成名之路 而当我踏入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时 才深刻感受到肖战究竟有多火 一走进秦王宫,仿佛穿越了时空 回到了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年代 然而,现代的气息也无处不在 在卖周边的店铺中,一个整齐划衣的展台 格外引人注目,上面摆满了陈情令的周边商品 从精致的挂饰到实用的日用品 每一件都凝聚着粉丝们的热爱与追捧 不仅如此,另一个店铺的展台上也摆满了 陈情令和玉古瑶的周边 这些聚集的热度可见一般 再来到清明上河图景区 古香古色的建筑和繁华的街市仿佛让人置身于宋朝的盛世之中 而在这里,我也发现了陈情令的踪迹 无论是明信片还是独立的周边展台 都处处可见这部作品的影子 门口进去,正对着的这一边 卖的全是陈情令的周边商品 背后那一面则全是玉古瑶的 这种热销场面,让人不禁感叹肖战的影响力之大 事实上,肖战的热度不仅仅体现在恒电的周边销售上 去年,有消息传出玉古瑶成为了鹅场最赚钱的剧集之一 这一消息并非空学来风,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 据悉玉古瑶不仅在国内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还在海外不同国家陆续播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部剧集的成功,不仅为制作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也为肖战等主演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认可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肖战自身的努力和才华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颜值,成功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他的努力和拼搏精神,也让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在恒电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肖战的热度和影响力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他不断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正如杨将先生所说,世上唯一不能复制的是时间 唯一不能重演的是人生,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是年龄 该怎么走,过什么样的生活,全凭自己的努力和选择 人生很贵,请别浪费 肖战正是用自己的努力和选择,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同时,肖战的成功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 他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努力和拼搏,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立足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天道酬勤的真谛 让我们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此外,肖战还以他的正能量和阳光形象,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着正能量和爱心 他的善举和付出,让我们看到了明星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在恒电,让人深刻感受到了肖战的热度和影响力 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他不断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梦想,有追求,有努力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回顾肖战在娱乐圈的历程,从初出茅庐的新人到如今炙手可热的顶流明星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书写了一段传奇 他的成功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所有追梦人的榜样和动力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相信肖战会继续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 同时,我也期待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以他为榜样,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畏艰难,不惧挑战,用自己的努力和选择,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最后,我想说,只有真正去过横店,感受过那里的氛围和热度 才能深刻体会到肖战究竟有多火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他不断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未来的精彩表现,共同见证他更加辉煌的未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